哈利、波特与密室 第八章 忌日派对 十月到来了 一股湿润的放松气息 弥漫在大地和大地之中 薄 护士庞夫雷夫人 突然变得忙碌起来 工人和学生的各种感冒 他的兴奋记起了作用 立即 尽管他让饮酒者的耳朵 冒烟了几个小时 之后 本来面容憔悴的金妮 维斯莱变成了被欺负的样子 使用破锡 Percy拿了一些 蒸汽从他明亮的头发下面涌出 感觉整个脑袋都着火了 子弹大小的雨滴 连续几天落在城堡窗户上 结束 湖水上涨 花坛变成泥泞的溪流 海格的南瓜 长得有草坪棚子那么大 奥利福 木材 但是 定期参加培训班的热情 却没有减退 这就是为什么 哈利在一个风雨交加的 星期六下午晚些时候被发现了 万圣节前几天 回到格兰芬多塔 浑身湿透 毛孔和皮肤上 溅满了泥土 即使除了雨和风 这也不是一次愉快的练习 咨询 弗雷德和乔治 在斯莱特林队进行间谍活动 亲眼目睹了那些新的Nimbus 仰谦的速度 那些 他们宣布斯莱特林小组不再超过七人 绿色模糊 像导弹一样在空中拍照 当哈利沿着空荡荡的大厅 滋滋作响时 他遇到了 一个看起来和他一样全神贯注的人 几乎无头 尼克 格兰芬多塔楼的幽灵 变成了忧郁的眼神 窗外 小声嘀咕道 不满足他们的 要求 半英寸 如果那样的话 你好 尼克 哈利说 嗨 怎么了 几乎无头的尼克说道 开始四处寻找 他长长的卷发上 戴着一顶飞驰的羽毛帽子 穿着一件戴有徽章的束腰外衣 皱折 掩盖了他的脖子 几乎完全变成的事实 被切断 他像烟雾一样褪色 哈利可能想透过他看清楚 外面天色漆黑 倾盆大雨 你看起来很痛苦 年轻的波特 尼克说着 折叠了一张明显的纸 他边说边把信色进紧身衣里 你也是 哈利说 啊 差点眉头的尼克 优雅地挥了挥手 数不胜数 意义 现在情况并非如此 尽管我 无一想报名参加 我想 遵循 但显然我不能满足必需品 语气虽然轻快 眼上却闪过一丝奇妙的苦涩 但你会认为 不是吗 他突然爆发 拉了拉 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 脖子被打了四十五次 拿着一把顿斧头 也许能让你有资格报名参加无头狩猎 哦 当然 哈利说 他显然是假装同意了 我建议 没有人比我更希望尝试这个 这一切都很短暂 而且 很容易 我的头已经很好的脱落了 我的意思是 他可以救我 一流的痛苦和嘲笑 但是 差点眉头的尼克浑身发抖 他打开信 猛烈地审视道 我们只能接收 头部 已经脱离公司的猎人 用他们的身体 你会钦佩 这可能是不可能的 在任何其他情况下 贡献者都可以参与狩猎活动 马背头杂耍 和投马球 他与最好的相距甚远 因此 我很遗憾地通知您 您现在不满足我们的要求 必须品 帕特里克 德莱尼 波德莫尔爵士 有着非常一流的需求 尼克气得差点 没头没脑地把信写完了 半英寸的皮肤和肌腱 固定住了我的脖子 哈利 最多 人类可能会认为这是合适的 并被斩首 但是哦 不 这已经不够了 献给斩首波德莫尔先生 几乎无头的尼克 深吸了几口气 然后说道 在一英里内 语气平静下来 那么 是什么 让你烦恼呢 我会做一些事情吗 不 哈利说 除了我们 可以得到七个松散的 雨云千零一 我们对阵斯来的比赛 哈利剩下的句子 被过度的音调淹没了 从他脚踝附近的某个地方 发出乌叶声 他似乎情绪低落 发现 他自己注视着一对 像灯一样的黄色眼睛 他变成了诺里斯夫人 一只瘦骨临寻的灰猫 后来被看门人阿格斯 费尔奇 用作一种 副议员在他反对大学生的无休止的战争中 你最好离开这里 哈利 尼克迅速说道 费尔奇并不在 适当的脾气 他得了流感 并且偶然被打了0.33年的膏药 地牢五的天花板上 到处都是青蛙脑 他一直在清理所有的东西 早上 如果他看到你周围的灰尘都在地 正确 哈利说 远离了夫人指责的目光 但诺里斯现在还不够快 通过神秘的力量 对该地点产生兴趣 阿格斯 费尔奇 似乎把他和他那只臭猫联系在一起 突然爆发了 通过挂坛给哈利 是的 喘息着 疯狂地寻找着 破坏拇指的规则 他头上围着一条厚厚的格子那头巾 他的鼻子变得奇怪的粉红色 灰尘 他喊道 他的下巴颤抖着 他的眼睛睁得惊人 就像 他指着哈利的奎地祈求上 低下的泥坑 礼服 到处都是脏乱差 我已经受够了 我让你知道 听我的 波特 于是 哈利像几乎无头的尼克 挥舞着一张黑色的 6K44B5BB0 AT8DIKF5315A8A4CCFBC 跟着费尔奇下楼 宁宁的脚印范围扩大了一倍 在地上 哈利此前从未进过费尔奇的办公室 他之前从未进过费尔奇的办公室 他变成了一个最大的地方 学生回避 房间变得昏暗 没有窗户 只用单一的邮照明 灯悬挂在低矮的天花板上 一股淡淡的炸鱼香味 扑鼻而来 关于该地区 墙壁周围立着木制的文件柜 从他们的 标签 哈利应该看到 他们包含了费尔奇拥有的每一位学者的信息 曾经受到过惩罚 弗雷德和乔治维斯莱有整个抽屉 他们自己 一系列极其精美的链条和手铐 费尔奇办公桌后面的墙 这变成了他不寻常的诀窍 通常恳求邓布利多允许他用脚踝将学生打倒 从天花板上 费尔奇从桌上的锅里抓起一只羽毛笔 开始拖着脚步走来走去 寻找羊体纸 粪 他愤怒地咕弄到 伟大的灼热笼转向架 青袜 动脑筋 大鼠肠子 我已经受够了 举个例子 表格在哪里 是的 他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大卷羊皮纸 然后 将其在他面前展开 将长长的黑色羽毛笔进入墨水中 郭 姓名 哈利 波特 犯罪 一点灰尘最有效 哈利说 对你来说 最好是一点泥巴 孩子 但对我来说 这需要多花一个小时 擦袭 费尔奇大声喊道 他的喉咙停止了 滴滴在不舒服地颤抖着 囚状鼻孔 犯罪 玷污了城堡 劝判 费尔奇擦着流鼻涕的鼻孔 不悦地眯着眼睛看着哈利 他屏息以待他的判决 然而 当费尔奇放下羽毛笔时 发生了一声巨响 在天花板上 工作场所 弄得油灯嘎嘎作响 皮皮鬼 费尔奇咆哮着 愤怒地扔下羽毛笔 这一次 我会拥有你 永远 我都会拥有你 费尔奇没有回头看哈利 就措手不及地跑出了教室 办公室里 诺里斯夫人跟在他身边狂奔 皮皮鬼是大学里的恶作巨狂 一个咧着嘴笑 空中威胁的人 生活的目的是破坏和痛苦 哈利与皮皮鬼并不相似 但是 我不禁对他的时机感到感激 运气好一点 皮皮鬼 已经取得了成就 听起来 虽然他破坏了一些非常大的东西 时间可能会分散费尔奇 对哈利的注意力 哈利认为 他可能需要遇见费尔奇会回来 摊坐在桌子旁边 一张被重铸的椅子上 有一个最有效的问题 除了他的半成品形状之外 一个巨大的 光滑的 深红色的信封 正面有银色字样 用快速看门来测试 哈利发现费尔奇的态度不太好 于是拿起信封 读到 奎克斯佩尔 下滑性下滑性下滑性 新手魔法中的对应路线 出于好奇 哈利打开信封 拿出一捆信封 羊皮纸内 首页上更大的卷曲银色文字说道 遭遇与现代魔术国际脱节的经历 发现你的自我创造 现在有借口不进行简单的咒语吗 曾经被你嘲笑过 可悲的魔杖工作 有解决办法 Quickstyle是一门全新的 万无一失 短期结果 顺利研究的课程 数百名男女巫师 从Quickstyle中受益 方法 托普瑟姆的Z Natos女士写道 我对咒语没有记忆 我的魔杖是一个家庭 好笑的故事 现在 经过Quickstyle指导后 我成为了焦点 派对和朋友们 祈求我的闪烁荣业的配方 笛姿伯里的树式D J PROG说 我的配偶曾经嘲笑我微弱的魅力 但一个月后 正确的Quickstyle路线 我成功地将它变成了牦牛 谢谢你 奎克斯佩尔 哈利着迷地翻阅着信封的其余内容 为什么菲尔奇需要一条Quickstyle路线 这是否意味着它不是 一个正确的巫师 哈利正在学习第一课 保护你的魔杖 一些有意的提示 当外面拖着脚步的脚步声告诉他 菲尔奇正在 又来了 哈利把羊皮纸塞回信封里 扔了出去 门一打开 他就回到了桌子上 菲尔奇看起来胜利了 那个消失的柜子 变成了极其珍贵的东西 他说 高兴地对诺里斯夫人说 这次我们会让皮皮鬼出局 一 我亲爱的 他的目光落在哈利身上 然后又飞向奎克斯佩尔信封 里面 哈利发现得太晚了 他的两个脚趾 已经离他开始的地方很远了 菲尔奇苍白的脸变成了砖红色 哈利做好迎接海啸的准备 的愤怒 菲尔奇一蹶一拐地走到他的桌子旁 抓起信封 然后 把他扔进抽屉里 你曾经 你读过 吗 他结结巴巴地说 不 哈利很快撒了谎 菲尔奇多结的手指一起扭动着 如果我认为你读了我的私人书 不再是我的 作为一个朋友 就这样吧 但是 哈利开始警惕地观察着他 菲尔奇看上去一点也不生气 他的 眼睛一直在鼓鼓 抽搐变成了踩到他那张腹肿的脸颊 然后 格子的头巾没有帮助 很好 交叉 不要呼吸一个短语 现在不是那个 但是 如果 你没有学习 现在就通过 我必须写下皮皮鬼的记录 交叉 哈利对自己的成功感到惊讶 他飞快地走出工作场所 沿着走廊 回到楼上 不受惩罚的 逃离菲尔奇的办公室 可能是某种教师报告 哈利 哈利 有话吗 无头尼克 几乎是从书房里划出来的 在他后面 哈利应该看到一个黑色和金色的大橱柜的残骸 似乎是从一个美妙的高峰跌落下来 我说服皮皮鬼在菲尔奇的工作场所撞车 尼克说 热切的 这可能会分散他的注意力 变成了你 哈利感激地说 是的 这很有效 我神志没有 被拘留 谢谢 尼克 他们一起激活走廊 差点眉头的尼克 哈利 注意到 仍然保留帕特里克爵士的拒绝信 关于无头者 我希望能为你做点什么 亨特 哈利说 几乎无头的尼克停了下来 哈利向右走 通过他 他希望自己没有这么做 就像踏过冰冷的 林玉 不过你可以为我做点什么 尼克兴奋地说 哈利 我的要求会不会太多了 但是不 你不会想要 那是什么 哈利说 没错 这个万圣节可能是我第五百的死亡日 几乎说道 无头尼克 挺直身子 看上去很威严 哦 哈利说 现在不确定 他是否需要表现出抱歉或高兴的样子 这 正确的 我要在一个更宽敞的地牢里举办一场聚会 哥们会 来自美国各地 如果你能的话 我会很荣幸 可以参加 维斯莱先生和格兰杰可能也会受到欢迎 当然 但我敢说你会去参加学校晚宴 他 坐立不安地看着哈利 不 哈利飞快地说 我会来 我亲爱的孩子 哈利 波特 在我的生日庆祝活动上 和他 犹豫了一下 看上去很兴奋 你看过吗 你可以提到 帕特里克爵士 你发现我是多么可怕和奇妙 当然 当然 哈利说 差点眉头的尼克对他微笑 继日派对 当哈利在决赛中改变时 赫米敏锐地说 然后和他和罗恩一起来到了这个并不寻常的房间 我想没有多少 居住者可以说他们至少去过其中一个浙江市 迷人 为什么每个人都想在去世的那天过得开心呢 罗恩说 他正在做魔药作业 脾气暴躁 听起来 无用地让我郁闷 雨仍然敲打着窗户 窗户现在已经漆黑了 内心一切都显得生动而欢乐 火光照亮了整个 无数柔软的扶手椅 人们坐在里面分析 说话 做事 家庭作业 或者就弗雷德和乔治维斯来而言 试图找出答案 如果你给荣原卫石阻挠烟花 会发生什么 弗雷德 从照顾者手中拯救了这种特殊的橙色蜥蜴 栖息在炉边 神奇生物优雅 现在在桌子上轻轻闷烧 被一群好奇的人类包围着 哈利正要向罗恩和赫敏 讲述费尔奇河 当荣原嗖嗖地飞向空中时 Quickspell路线 他在房间里疯狂地旋转 发出巨大的火花和巨响 这 看到珀西对弗雷德和乔治 声嘶力竭的吼叫 令人惊叹的橘子星 从荣原身上倾泻而下 嘴 及其逃入火中 并伴随着爆炸 驱使 费尔奇和奎克斯佩尔信封 都从哈利的脑海中消失了 万圣节到来时 哈利开始后悔自己的鲁莽承诺 参观即日庆典 学校里的其他人 都变成了幸运的期待 他们的万圣节晚宴 一流的走廊装饰着同样的酒 活蝙蝠 海格的巨大南瓜被雕刻成大灯笼 足够三个人坐下 而且有传言说 邓不利多 订了一个骷髅舞团 公娱乐 诶 承诺就是承诺 贺敏专横地提醒哈利 你说 你会去参加忌日生日聚会 于是七点钟的时候 哈利 罗恩和贺敏 立即走过了 门口挤满了高品质的走廊 变成了闪闪发光的诱人 金盘和蜡烛 并引导他们的脚步靠近 地牢 差点没头的尼克生日派对的主要通道 已经排好队 蜡烛也一样 尽管效果与快乐有一定距离 那些已经 又长又细 漆黑的锥体 全都燃烧着鲜艳的蓝色 投射出昏暗 幽灵般的光彩 甚至在他们个人生活的脸上 也很温和 气温随着美 他们迈出的一步 当哈利颤抖着 将长袍紧紧裹住自己时 他听到 好像有一千个指甲 刮过一个巨大的物体的声音 黑板 这应该是音乐吗 罗恩低声说道 他们转了个弯 看到几乎无头的 尼克站在挂着黑色的门口 天鹅绒窗帘 我昂贵的朋友们 他悲伤地说 欢迎欢迎 所以 很高兴你能来 他摘下羽毛帽 向里面鞠了一躬 这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景象 地牢里充满了数百名 珍珠白半透明的人类 主要在拥挤的舞场 周围漂浮 伴随着三十把音乐句子可怕的 颤抖的声音 跳着华尔兹 通过一个管弦乐队 在一个高高的 铺着黑色维蔓的平台上演奏 头顶上有一盏吊灯 一千只更大的黑色蜡烛 发出夜间蓝色的光芒 他们的呼吸 在他们面前的雾气中升起 就像进入冰箱一样 我们去周围看看吧 哈利警告道 试图升温 他的脚 小心 别再从每个人中间走过了 罗恩紧张地说 然后他们就开始了 就在舞场的边缘 他们超越了一群灰暗的人 修女 一个穿着铁链的衣衫蓝褛的家伙 还有胖修士 一个开朗的人 贺奇帕奇的幽灵 变成了一个拿着剑的骑士 正在说话 他的额头 哈利看到血人男爵 一个憔悴的人 并不感到惊讶 凝视着被银色血迹覆盖的 斯莱特林幽灵 成为被给予 巨大的驳卫 穿越另类鬼魂 哦 不 贺敏阻止道 转身回来 转身回来 我 不想和哭泣的淘金娘说话 哼 当他们快速后退时 哈利说道 他在一楼女卫生间的一个厕所里出没 贺敏说道 他经常在厕所出没 是的 由于他一直发脾气 这十二个月来 一切都乱了 并淹没该地去 除非我应该避开 否则我绝对不会进去 他是 真糟糕 他还对着你哭 还想尿尿 看 吃饭了 罗恩说 地牢的另一边变成了一张家常的桌子 上面还覆盖着黑色 天鹅绒 他们急切地接近他 但下一刻 他们就停止了 踪迹 惊恐 那气味实在是太恶心了 又大又烂的鱼 放在漂亮的银盘上 蛋糕被烧成碳黑色 堆放在托盘上 有一份非凡的驱扬砸碎 一块奶酪 包括毛茸茸的绿色霉菌和附近的乐趣 广泛的灰色蛋糕 在墓碑的形状内 焦油状的糖霜形成文字 尼古拉斯 德敏西 波平顿爵士 死亡 1492年10月30日 哈利惊讶地看着一个胖乎乎的鬼魂 走进桌子 蹲下来 走过他 他的嘴张得很大 以便将他递给 通过其中一条臭鲑鱼 如果你走过他 你能尝尝他的味道吗 哈利问他 差不多了 鬼魂不幸地说 然后就飘走了 我指望他们让他腐烂 以使其味道更浓 赫米说 熟练地捏住鼻子 轻身检查腐烂的东西 哈吉斯 我们能流动吗 我感觉不舒服 罗恩说 然而 当一个接触者猛扑过来时 他们已经稍微变圆了 突然从桌子下面飞来 停在了他们面前的半空中 你好 皮皮鬼 哈利小心翼翼地说 与他们周围的鬼魂不同 皮皮鬼恶作剧者是最 与苍白和明显相反 他换上一顶鲜艳的橙色派对帽 一条旋转的领结 宽大而邪恶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肯咬 他甜甜地说 给他们提供了一碗裹着花生的花生 君 不 谢谢 赫敏说 听到你说桃金娘坏话了 皮维斯说 他的眼睛在跳舞 粗鲁的你几乎变成了坏莫特尔 他深吸一口气 吼道 喂 桃金娘 哦 不 皮皮鬼 别告诉他 我说的话 他无一会失望的 赫敏疯狂地低声说道 我没有暗示 我不认为他 呃 嘿 莫特尔 一个矮胖的女孩幽灵滑了过来 他的脸最阴沉 哈利见过 半隐藏在平直的头发后面 浓密的珍珠色的头发 眼镜 什么 他闷闷不乐地说 你好吗 莫特尔 赫敏用一种虚假的明亮声音说道 他是 例外于 从浴室里看到你 莫特尔吸了吸鼻子 忽略格兰杰就变成了简单地谈论你 皮皮鬼狡猾地说 莫特尔的耳朵 只是说 宣布 你今晚的表现有多出色 赫敏说 在皮皮鬼身上很明显 莫特尔怀疑地看着赫敏 你在取笑我 他说道 银色的泪水迅速涌出他的眼眶 小而透明的眼睛 不 简单地说 我刚才不是说 莫特尔的搜索有多出色吗 说 赫敏痛苦地用肘轻推哈利和罗恩的肋骨 哦耶 他做过 别欺骗我 莫特尔喘息着 泪水从他的脸上流下来 与此同时 皮皮鬼在他肩头庆幸地笑了 你有没有发现我没有 知道我回来后人们怎么称呼我吗 胖子莫特尔 难看的莫特尔 悲惨 深吟 闷闷不乐的陶金娘 你忘了长痘了 皮皮鬼在他耳边嘶嘶地说 哭泣的陶金娘 痛苦地抽泣着逃离了地牢 皮皮鬼追赶他 向他扔发霉的花生 并大喊 长痘痘 长痘痘 哦 太贵了 赫敏悲伤地说 几乎无头的尼克 现在穿过这帮人 朝他们的方向飘去 玩得开心吗 哦 是的 他们撒了谎 现在的投票率还不错 几乎无头的尼克自豪地说 爱好 寡妇千里迢迢从肯特郡赶来 快到我的演讲时间了 我最好向管弦乐队发出警告 然而 管弦乐队在那一刻停止了演奏 他们 和 地牢里的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高兴地环顾四周 搜寻的号角吹响了 哦 我们开始了 几乎无头的尼克痛苦地说 从地牢的墙壁上 冲出十几匹鬼马 每匹都使用 无头骑士 会场热烈鼓掌 哈利开始鼓掌 不过 当看到尼克的脸时 他很快就停了下来 马匹驰骋到舞池中央停了下来 饲养和投入 在电脑正面 变成一个大鬼 抱着 他的长着胡须的头 在手臂下面 他把这个功能 改为吹气 喇叭 鬼魂跳了下来 把头高高地举在空中 这样他就能看到 越过人群 大家都笑了 大步走到了几乎无头的地方 尼克把头靠在脖子上 缺口 他咆哮道 你好吗 头还悬在那里吗 他哈哈大笑 并在台上拍了拍 差点眉头的尼克 肩膀 欢迎 帕特里克 尼克生硬地说 留下来 帕特里克爵士 认出了哈利 罗恩和赫敏 说道 假装惊讶地跳了起来 他的头再次掉了下来 人群大笑 非常有趣 几乎无头的尼克 阴沉地说 尼克 别想了 帕特里克爵士的头 从地上喊道 仍然 失望的是 我们不能让他参与狩猎 但我建议说 看看 同胞 我想 哈利看到尼克 一味深长的眼神 急忙说道 尼克的 非常 可怕而且 呃 哈 帕特里克爵士的头喊道 我敢打赌 是他让你这么说的 如果我能引起 所有人的兴趣 那我就该演讲了 说 近乎无头的尼克 大声说道 大步朝主席台的方向走去 进入冰冷的蓝色聚光灯 我的逾期 哀叹各位大人 女孩们 先生们 这是我的真棒 悲伤 但没有人听到更多的声音 帕特里克爵士和无头者的放松 亨特刚刚开始一场曲棍球比赛 球队开始转向 手表 几乎无头的尼克图劳的仕途重新夺回他的目标观众 但是 当 帕特里克爵士的头从他身边呼啸而过时 他放弃了 引发了热烈的欢呼 哈利 现在变得毫无血色 更不用说饥饿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 罗恩低声说道 他的牙齿打颤 管弦乐队的地板再次开始运动 鬼魂扫过又回到了舞台上 舞池 走吧 哈利同意了 他们向门的方向表示支持 对所有来的人都点头微笑 看着他们 一分钟后就匆匆回到了通道 充满了黑色的蜡烛 布丁可能还没有完成 罗恩满怀希望的说 主要是 方式朝着门口走廊的台阶方向 之后 哈利听到了 撕裂 眼泪 沙 他变成了同样的声音 同样的毫无血色 充满沙气的声音 他在 洛克哈特的办公室 他亮亮呛呛地停了下来 紧紧抓住石墙 用尽全身力气倾听 可能 环顾四周 眯着眼睛在灯光昏暗的通道上 上下打亮 哈利 你是什么 又是那个声音 靠近一点 太饿了 这么久 集中 哈利急切地说 罗恩和赫敏冷了下来 看着 他 杀 杀戮的时间 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 哈利确信他变成了转移 向上移动 当他感到焦虑和兴奋交织在一起时 盯着昏暗的天花板 怎么会向上移动呢 转换成 他是一个 幽灵 对谁来说石头天花板不算数 就这样 他喊道 然后开始跑上楼梯 跑进楼里 入口走廊 在这里听到任何事情都不再是真正的希望 胡言乱语 来自万圣节晚宴的交流声在美妙的走廊里回荡着 哈利 罗恩和赫敏冲上大理石楼梯到达主地面 在他背后叮当响 哈利 我们是什么 嘘 哈利竖起耳朵 远处 从楼上 正在发展 尽管如此 他还是听到了那个声音 我闻到了血腥味 我闻到了血的味道 他的肚子猛的一抽 这会害死一个人 他喊道 无视罗恩和 赫敏一脸困惑 他以最快的速度 跑上接下来的三级台阶 时间 试图聆听他个人沉重的脚步声 哈利绕着整个二楼飞奔 罗恩和赫敏 在他身后气喘吁吁 不再停下来 直到他们成为了最后的一个角落 荒凉的通道 哈利 这一切都变成了什么 罗恩一边说 一边擦掉脸上的汗水 我 听不到一些东西 但赫敏突然倒吸了一口气 指着走廊 外貌 有些东西提前在墙上闪闪发光 他们慢慢靠近 眯着眼睛穿过黑暗 一英尺高的短雨被涂抹在 窗户之间的墙壁 在透过火焰的光线中闪闪发光 火把 秘密和技术的密室已经打开 敌人 继承人 注意了 那是什么东西 放在下面 罗恩说 中度颤抖 他的声音 当他们慢慢靠近时 哈利差点滑倒 那里有一个大水坑 地面上的水 罗恩和赫敏抓住了他 他们慢慢地挪动 目光顺着消息传来的方向 注视着消息下方的一个黑影 所有三个 他们立刻就明白了他变成了什么 一触即往后跳去 看守人的猫诺里斯夫人 通过尾巴将火炬放置在 括号 他整个人僵硬得像一块木板 眼睛瞪得大大的 有几秒钟 他们没有通过 然后罗恩说 让我们离开吧 就在这儿 我们难道不应该努力并协助 哈利笨拙地开始说道 对我来说 这是真的 罗恩说 我们不想在这里被发现 然而 他变得太迟了 一阵笼笼声 仿佛遥远的雷声 向他们发出了指示 宴会就这么结束了 从他们所在的走廊的任意终点 站到了这里 听到了数百英尺爬楼梯的声音 还有响亮的声音 谈论吃得饱的人的快乐 下一刻 学生们已经冲了过来 从两端的通道 喋喋不休 喧闹 喧闹突然消失了 因为前面的人 发现了推赶猫 哈利 罗恩和赫敏 独自站在房间里 走廊中央 一片寂静 一些大学生挤了过来 期待看到可怕的景象 然后有人在安静中喊道 继承者的敌人 小心 接下来就是你了 你八种 他变成了德拉科 马尔福 他已经开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面无血色 眼睛里充满了活力 他通常毫无血色的脸上红了 当他看到 放置不动的猫 我从不边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